再強調這個禮拜是年底之前的最後的買點 買了這個... 嗨,歡迎回來鼎泰瘋 台股,我是千涵 我是千涵 選舉前一週資金開始觀望 手上持股該不該減碼 還是該趁機入場呢? 選後的台股又會何去何從啊,老師 好,這個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我必須強調跟投資朋友講是說 這是熊市的一個反彈 對 我認為選舉之前就是要大買 我們這個節目是禮拜二錄製的 禮拜四幫我們播出的 你最好那一天就準備買一買 不要再買了 那可以擴大你的資金去買 因為選舉之前會一波行情 選後會一波更大的行情 因為全世界現在就在走那個 叫做... 中期反彈 對,那時間越接近 它會漲得越快 這是一個熊市反彈的一個熊市陷阱的做法 好,那在進入九宮格解析之前 我們會玩個小遊戲 我跟老師會用九宮格進行連線PK 九宮格內還有節目組整理的三個熱門族群 與最近有機會的六檔個股 透過猜歌小遊戲來搶答 總共五題 如果沒輸沒贏 就遊戲提前結束 如果主持人連線成功 則下週超新星將會直接公布喔 好,觀眾朋友跟我們一起來猜歌是一定要的啦 不管怎麼樣是一定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你要跟我們按讚 要分享 留言更好 我們希望這個節目叫做同樂會 一起來快快樂樂猜猜歌 但是我還是強調 這個禮拜是最佳的買點了 過了這禮拜就不要再買股票了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音樂請下 春泥 不是 這個是... 黃昏啊 老師請選 黃昏 天啊,老師你怎麼會知道這首歌 他不是周傳雄的 不是,對啊,是小剛啊 神準 對,神準這一次 美國有一檔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叫 超微電腦 那這檔股票的代號很簡單 它不是AMD超微 它叫SMCI 我觀察那麼多年來 這一兩年來 每次它漲上來 神準都有一波行情 那這檔股票很特殊 在美國股市居然寫下歷史新高 所以神準我覺得它前三季的獲利大增1.5倍 這也算難得 然後呢 我覺得這檔股票是說 你可以對照我跟你講 SMCI這個 我們再講到這個禮拜 如果你有看到節目你想買 或者說 你手上有這個持股的話 基本上你就沿著五日移動平行線 來做多更 跟賣出的布局 好,那我們第二首歌 音樂請下 沒那麼簡單 翻回一局 好 遊戲股呢 最近中國大陸審核通過70多款遊戲 加上寒假跟新年假期都要到了 遊戲股可以上車嗎? 遊戲股是這幾年來算是不好做的 你要了解 櫃馬有三個次產業 跟電子股有點關係 不像電子股的 一個生計 一個遊戲 一個綠能 生計今天禮拜二來看的話 已經有高一個段落了 已經長滿多了 遊戲的話是因為 剛才簽完講那個利多 可是遊戲通常不會在這邊有行情的 也不會是這個利多 所以這個遊戲大家不要去做 遊戲一定是崩盤之後 它還有機會 叫做宅經濟 才要遊戲大波段的 所以遊戲這個部分我任何放一邊 到時候我順便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說三個次族群 生計遊戲還是什麼 太陽能 我認為太陽能 可能要出現一個不錯波段的行情 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那我們第三首歌音樂請下 我們都一樣 傻瓜 這個我沒聽過 我們都一樣 那我要選 仲綺 好 我跟你講 四足開打了 唉唷 剛剛老師還拿那個 阿根廷在那邊 因為我是支持阿根廷的 從我很年輕的時候 就看那個馬拉杜娜 南美洲的個頭不高 以及阿根廷 美希好像才169 我比美希高一公分 馬拉杜娜的個子很小 所以我覺得像我小個子 覺得那個球技都很棒 好啦不談那個 我們先講 四足開打的時候 這個衛星通信是最重要的 所以中華店的那個 機上盒什麼那些 現在都是在熱銷當中 那這至少一個月 它是中華店 4G5G的最大收益者 因為它是合作夥伴 前三季的獲利是 超過兩倍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檔股票大家可以留意 因為它已經量縮到極致 你不妨可以短期 而且只有二三十塊 投資沒有那個資金不高的話 這檔股票是相當不錯的 好那我們第四首歌 音樂請下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音樂溫柔 愛我別走 愛我別走 等一下我剛剛你在想 為什麼你腦中一直在想別首歌 我覺得不行 這個主唱者 就這兩首歌就不見了 沒有啦 人家他就是唱Rap的去 他唱Rap的去 他還在 他沒有不見 他只是從你的耳朵裡面消失 他還有很多成名作品 當你在 穿山約定的另一邊 只是乾美美 當認識的乾美美 我愛太美 太美愛我 說愛我 說愛我 我說你要離開我 跟你說 你剩下愛見 好老師你現在只能選 紅寶了 對我只能選 紅寶就是Post機 Post機這個東西的話 是屬於工業電腦一個小部分 那台灣做得相當好 而且它的基本面是跳躍式的成長 所以我倒覺得說 紅寶這檔股票 其實這只有我們跟日本有在做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要留意喔 我覺得這種股票 以鍾翔正的基本面來看 它是非常看好的 好那我們最後一局 第五首歌 音樂請下 怎麼忍心怪你 犯了頭 過火 是我給你自由過了火 玄欣你好了 大家宰版要聽啦 我要求的啦 老師指使了我 老師欣欣你怎麼看 好欣欣啊 看我們節目是禮拜二 然後我們禮拜二 我們待會員就又加碼 這個宰版 所以這一波宰版 我們當然是以南店做中心 這一波宰版 我們總共買了三次 一張都沒有出 再強調 這個禮拜是這個 年底之前的最後的買點 過了這禮拜就不要再買了 準備賺錢出場 好 那這個欣欣今天講也剛剛好 就是 對於全世界股市來講 最主要就是那一檔 第一大檔叫伊斐電 伊斐電的股價相當高了 一漲一大段了 就好像等同於這個南店的 這個四百塊以上 那我們就用欣欣來講 因為今天外市開始調高 新興的平等到三百一 三百到三百一 南地的平等是三百一十五 那現在都還在兩百多附近的話呢 我認為空間還相當大 他位階相比的話至少還有 現在會有兩層到三層的空間 那投新最近一直在買新興 我覺得近日拉尾 你是可以做多的佈局 好 那我們由於大家沒有輸沒有贏 所以呢 下週超新興就不能給大家公布了 我們就請老師來給大家一下提示吧 到底下週超新興是誰呢 這張股票其實我們在一兩幾個月前已經講過 有講過 華興集團的作賬行情的標的 前期股市側用電子在中國大陸 他跟中國大陸聯動高 中國大陸也開始在底部慢慢漲升上來了 第三季獲利創高並且成長兩倍 那電子收入特斯大影響 所以這不用管他 因為他接的差不多是中國大陸訂單 所以寧德時代哥跟比亞迪都慢慢公上來了 前三季的獲利數倍增長 技術面這一兩天突破那個三角形收斂 就是一個買點 十月營收還繼續年增七成 好股票絕對不會寂寞的 好謝謝老師精采的分析 想要知道下周超新星是誰嗎 要趕快加入老師Liant跟TereGren喔 鼎泰豐台鼓我們下周見 掰掰 好除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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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